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20年3月11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脑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画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十四篇 一到七节 宇湾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证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 垂看世人 要看 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祝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 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 变为羞辱 然而 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主耶稣 我知道 你从天上垂看我 是否在追求 明白你的道 是否我的心 已经回转 来寻求神 主啊 我要来求告你 求你拯救我 脱离世界的污秽 我要来跟随主 求主带领我 进入义人的族类中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今靠主 脱离最确实 有主是站住在我心里 如此猛恩 我实在不必 荣耀归主带 箴言 第十章 第十九节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 主耶稣 我要约束我的嘴唇 免得败坏自己 主啊 我的心要常常称颂 你的真理 我的口要常常述说 你的真理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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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救主保鞋 将我追悉 荣耀归主 民 约翰福音 第五章 三十九 到四十七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 得生命 我不受 从人来的荣耀 但我知道 你们心里 没有神的爱 我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 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 从独一之神 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不要想 我在父面前 要告你们 有一位 告你们的 就是 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你们如果 信摩西 也必信我 因为 他书上 有指着我 写的话 你们若不信 他的书 怎能信 我的话呢 主耶稣 求你赦免我 没有将神的爱 存在心里面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不追求自己的名 求你 使我能看见 独一之神的荣耀 求你指教我 使我真正信的是 主耶稣 靠耶稣的名 Amen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终意找積 了 前头 即嫣